我给大家讲一讲刚刚我说的这个庄子能四句话 庄子能一话是这样的 福大道不称 然后呢 辩论的辩 大辩不严 再接下来呢说 大忍不忍 还有一句话叫 大连 不迁 现在都不用这个字 现在就用这个谦虚的迁代替了 还有个叫大勇 不至 福大道不称 庄子的思想其实挺奇怪的 就有的话呢我们也不能完全认同 比如庄子有一个观点里头说 小人 为何而死为财 然后世人为何而死 世人就是读过书的人 为名而死 然后呢 接下来说这个 君子呢为家而死 然后圣人呢为天下而死 你听这话你觉得他说这种人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你觉得后面人境界高对吧 但大话逢一转说 只是此的名团不一样 都是 都一样 但其实按照现在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来看 为了一己私利和为了他人的牺牲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庄子很多话要这个辩证着看 辩定着听 但是他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福大道不称 就是真正重要的这种天下大道 其实是不用向人解释的 不用宣称 我举个例子 太阳东升西落 对吧 物质的自生自灭 宇宙天体行星的旋转 这类更古以来就没有怎么变化过的 也无需你多去研究 多去啰嗦的这种东西 我也不需要自证清白 我也不需要这个赘述解释 对吗 大道不成 公平正义永远自在人心 所以你会发现大家都认可的那些东西 你是不需要解释的 只有大家不认同的东西 你才需要去多费口舌 所以大道不成啊 对吧 就是 The general principles do not need to self explain 就是这种感觉 不用解释 物须多言 自在你我之心 对吧 天下人皆知那种感觉 然后 第二句话就是什么 叫大辩不言 这个辩啊 古文中很多那种辩什么意思呢 辩论 当然第一个是辩论或者分辩 第二个其实就是 聪明的意思 就是你有的人呢 只是能分清楚生活中的小对小错 小善小恶 但你能分清大对大错 大善大恶 大黑大白 大是大非的话 说明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有智慧的人 非常好 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所以有时候这种变呢 也可以表示一个人聪明 有智慧的意思 所以你看 特别聪明的人 是不咋说话的 发现了没 大智若语 沉默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人年龄越大 花越少 很多时候人把这个总结为自己的表达欲 就是说我这个年龄大了 我可能就是懒了 就是不想说话 不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你觉得人的这个口舌之争 毫无意义 对吧 你发现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个激情慷慨 血气方刚 全是观点 全是主义 全是意见 走到哪里都是这个张牙舞爪 对吧 大言不惭 夸夸其谈 侃侃而论 就永远都是那种感觉 仿佛永远充满了力气 充满了这个精力 也充满了观点 充满了这个立场一样 哎呀 显得特别浮夸 所以这就是人年轻时候的样子 就是一副 牙尖嘴利 但是腹中空空的样子 大便不厌 走到哪都容易激动 容易产生观点 甚至容易跟人起争论 但是你发现到一定年龄之后 你就不爱那样说了 小时候觉得不喜欢落于人后 不喜欢敏人众人意 总是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那就是有一种小人得志的样子 但人长着长着就不怎么说话了 因为你会 人说长越长 发现言多必失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腹中空空的人 不适合多说 说的越多 错的越多 不要说 去做 就是那种 而且说显得很肤浅 对吧 总是在纠结这个口头表达 所以 就是能管住自己 后来大家都听过一句话 就很认同 就是言慢者贵 性柔者负 得后者忘 听过吧 言慢者贵 你见过哪个那么叽叽喳喳喳 让人觉得人很高贵 没有 烦 烦 过躁 对吧 我现在就是比较过躁 那没办法 我不是工作决定的呀 我在镜头现在特别沉默 言慢者贵 所以不说话 性柔者负 所以你随便骂 好吧 那也不行 那你也坚持不下去 对吧 你能配合我十分钟 你能配合我两小时吗 所以我现在这个工作 就是这 但是生活中 我是真的一句话都不说 越长大 越觉得过去的自己 比较无聊 有没有这个感觉 回头看都这样 所谓成长 就是不断发现 过去的自己 是个傻子的过程 是吧 咱已经三十岁了 再也不是 再也不是二十岁的小孩 给 所以我刚提到这个 大扁不言 就是很多时候 真正智慧 是不需要跟人去 争高低来体现 你想 凡事都喜欢 争高论低的 大事小事 都要争个口头 这种之胜的那种人 看着就像傻沙子 实际上可能也是个傻子 是不是 你仔细会议一下 你从小长这么大 可能是见过那么一两个人的 凡事都喜欢抬杠 大事小事都要争个口舌之高的 你仔细想想 大概率脑子都有问题 是不 所以你要克制住自己跟人争辩的心 这个很难 然后在成长过程中是需要修炼的 越长大越沉默 不咋说话 但是呢 这个也不是说 这个不爱吭声 就真正聪明的人 后来发现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爱吭声 不急于发表观点 然后呢 不总是要争口头上的这个输赢 但这个也不代表 就彻底不说话 冬一辉现在就走极端了 冬一辉是镜头先 赶紧把话说进来 在生活中是沉默不言 一句话都不说 这当然也不好 你人跟人相处 还是需要交流的 冬一辉现在就纯靠默契 我坐在这里 看着你感受 感受到我发生的脑电波了吗 全靠这种交流 那也不行 所以没有朋友 对吧 谈不成对象 谁跟你谈 神经病 还是需要交流的 但是就是你得自然 不刻意 沟通别带目的 沟通别带情绪 对吧 就是自然而然的这种样子 要交流 别刻意 别带目的 别带情绪就行了 这个大道不称 众所周知的一些 都认可的这种道理 是不用你去解释的 多说武艺 因为公道自在人心 你听这句话 公道自在人心 其实就是一种大道不成 公道 是不是大家都认同的 它自在人心 不用解释 第二个叫大便不言 就是你特别聪明 大师大飞 大善大恶 大黑大白面前的这种 你是不需要去解释的 解释就显得你傻 就显得你肤浅 这种东西怎么需要解释呢 对吧 然后这是第二个 尤其抨击的就是 凡事都喜欢口头人 真高低 总是这种激情慷慨 然后呢 夸夸其谈 义愤填膺 的这种样子 往往就显得牙尖嘴利 和小人得志 不智慧 不聪明 不高级 言多必失 信柔者夫 言慢者贵 得厚者望 就这个意思 人和人在一起 要交流 但是不要刻意 不要带情绪 不要带目的 舒服即可 自然舒展 道家里头 其实就是 强调人的自然状态 不刻意 然后再下一个叫 大人不人 这句话怎么理解 如果我只对你好 对于你来说 我是不是一个 很人的人 是对吧 但同时意味着 我对剩下所有人 是残忍 是冷漠 是不公平 对吧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对 这一群人好 那意味着 我对另外一群人不好 对吧 所以 偏 偏好 其实本身 就是一种不公平 对吧 这个单词怎么写 你知道英语中 有个单词叫part 听过吧 一部分 它有个单词叫partial partial什么意思 就是偏心的 like he is partial 当然我们人 都是 其实都是偏心的 人没有办法做到 完全不偏心 没有办法做到 impartial 这个partial 就是偏心的 partiality 就是偏心的这种状态 我受不了你对他的偏心 这其实是个名词 对吧 你是偏心的 这是个形容词 like you are partial or your partiality to him 那如果是不偏心 叫im 反义词吗 possible 叫可能 impossible 叫不可能 学会吧 它是个反义词的 impartiality 就是公平的 就是不偏不倚的 就这个意思 这时候是一个名词 你如果把这个 it1名词的 词坠去掉 它其实就成了一个形容词 impartial 大人不人 什么意思 就是不偏向任何一个人 是不是就是人 一视同仁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发现 就是我们大家以前 都背过一句话 是这样子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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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不人 以万物为除狗 听过这话没 天地不人 前儿的小脑袋在思考 天地不人 以万物 为除狗 除狗这个词 倒是听过 听过这句话没 很多人听完这句话 就以为说就是强调 天地对它不公平 命运对它不垂青 实际不是这个样子 它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天地 不会偏爱任何一个人 它对待所有人 都像对待除狗一样 除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草 编织的那个狗 它在古代 非常早的社会里头 它是祭祀时候用的 因为那不能用活狗 对吧 或者像这个陶俑 你不能用活人去殉葬一样 能理解吧 它其实就是一个殉葬时候的一个摆放的东西 或者礼仪的时候摆放一个东西 就是老天爷对所有人都像一个用草 挤扎的小狗 所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会面临生死 可能会面临疾病 会面临挑战 这些是一样的 就所有人都经历一样的东西 这就是人 就像你看这个感觉就像什么 就像法治精神一样 法治精神说强调什么 人人平等 与庶民同罪就这个意思 而不是说行不上大福 大人不仁 就如果你对所有人都好的时候 你就几乎接近于无情了 你是不是这时候感觉他很冷漠 他没有通融你 没有对你一个人好 意味着他对所有人是平等的 你理解庄子写表达这种意思了吧 大人就是不仁 对所有人好 就意味着对所有人都不好 其实就这个意思 如果对一些人好 就意味着对另外一些人一定不好 这个对有朋友说了 大善思无情 对大公就是无私 对吧 所以相当于大人就是不仁 没有偏向 因为对待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 都一样 所以老天爷对待我们都像扎的 用稻草扎的小狗一样 小猫一样 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偏心 富人也有他的痛苦 穷人也有他的快乐 人都有生命的权利 天地之德在于生 你来到这个世间就代表了天地的人得 当然生的同时意味着所有人也都要死 帝王将相爷也有寿命 到了晚年 想办法坐腰吃仙丹 结果千公 合金中毒死得更快 别折腾 这就是自然天道的轮回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 You only live once 想好怎么过这一生就行 你看这就是一种大人 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了 没有说让你活让他不活 对吧 让你长生不老 不可能的 生命都要结束 无非就长短 所以你发现在越大的这个前提上来说 大家越公平 阳光 雨露 空气 大人就是不人 所以大家理解这个说大人不人 就是偏爱一个人 确实他能感到你的仁爱 但是 那就你就没有照顾到其他人 偏爱一群人 意味着对另外一群人的忽视 所以 真正的人就是一视同仁 但人是无法做到的 或者人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真正最后大人的就是什么 就是天地 天地淫逆里万古同卑尘 我们都一样 尘埃啊 祭福 既浮游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宿 携飞仙一遨游 报明远的城中 只不可乎咒得 唾异下北风 我们就是这种状态 下一个叫大连不谦 啥意思 就是真正很廉洁的人啊 他是不刻意表现自己谦虚的 就是它是啥样子 就是啥样子 嬉笑怒骂 喜怒哀乐 它是自然展现的人性 不刻意掩饰 因为掩饰意味着不真实 对吧 是有所遮掩的 它也不刻意去迎合 刻意去鲜扬 刻意去营造 因为这首一定是不真实的 喜怒哀乐 就是自然流露 自然流露的就是动人君子 刻意展现的心心作态 就是我们所说的伪 伪善伪君子 就这个意思 所以大连不谦 就是它不会刻意去表现自己 不刻意骄傲 不刻意谦虚 不刻意显得自己很高雅 很圣洁 它也不刻意去留俗 不猥琐 它就是自然状态的展现 这就是真圣人 展现自己完美的真实状态 这样也让人放松 因为人嘛 人无完人 都一样 最后有话叫做大勇不治 这字都治 什么意思呢 治就是 与你生气 面露难色 真正的勇敢呢 不是个人起冲突 两句话说的不对 拔刀相向 大街上闹腾 互相打 互相摔东西 大家竟然能在视频里 网上看到那种傻子 尤其以男性为主 两句话说不对 就开始要上手了 他以为展现了一种男子欺概 不是 其实现在你缺乏教养 当然人都会有时候 被这种兽性所控制 因为应该起冲突的时候 是打还是逃 这是深藏在你基因里 一种野兽所具有的特点 你像两只野兽 在街上像 是咬它还是跑 对吧 这其实是人兽性 一种兽于基因控制 你被你死去祖先给控制了 就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你那颗跑的 不代表说你是胆小的 你身边的人 也不能这样去误导那个人 这颗赢投而上的 也不代表你就是勇敢 就是个傻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 所以说勇敢不是说 挥刀相降 不是说大打出手 不是说在 这个人面前显得自己的 气概 那不叫男子气概 那叫头脑简单 真正的勇敢是什么呢 大家读过金庸先生的书 他里头所说的 狭之大者 为国为民 所以你想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勇气 是去承担责任 是去庇佑苍生 是去扶危就困 那这种是一种勇气 那这种是一种勇气 因为 他是需要去克服人的自私的 他是需要去克服人的怯懦的 对吧 或者大家都读过圣人 这么说的 叫做 好学 知识 尽勇 对吧 就是你敢于承认自己不对 这就是一种勇敢 如果你询问特别大 但是你承认说 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你敢承认这个 那你是勇敢的 就是你要克服人 内心里头最纠结的那个地方 你看好多人 比如他知道的知识多 然后他又会 不知道也装知道 别人问这个知道 这个我知道 但实际上啥都不知道 我们有可能 甚至会看见小孩 都会有这种 不懂装懂的情况 对吧 比如说 一直活在别人 虚假恭维中的 这个帝王 领导 他如果能承认自己错了 他就是勇敢的 所以后来很多人 对于这个 汉武帝晚年写那个 自己诏 大家就觉得 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你想到晚年脾气暴躁 对吧 信奉巫骨 神经叨叨 脑子都不太正常 活在所有人 虚假的奉承中 都那样了 他还能意识到自己的 这锅有点呛 有点香啊 有点呛 香就是呛 呛就是香 都那样了 他都能承认自己的错误 所以说 他是一个 这个比较勇敢的人 大勇不至 真正的勇敢 不是跟人起冲突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 金庸先生所说的 侠之大 未顾未明 选择责任 去克服自私 这是一种勇敢 对吧 承认自己不知道 承认自己做错的 承认自己很愚蠢 承认自己很无知 承认自己很狭隘 这也是一种勇敢 所以真正的勇敢 一定不是这个 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是什么 是血流无耻 是拔刀相向 对吧 还是你死我活 是非要争高低 这就不对 所以支持近乎勇 背后其实就是 克服人性的缺点 承认错误 承认自己做的不对 汉武帝的这个 罪己诏也是一种勇敢 因为帝王 长期活在虚假的工位中 以至于他不敢接受现实 他不敢接受自己的无能 所以 这就是刚才给大家说 讲的这一句话 叫做 大道不称 大辩不言 我写错了 才发现自己连字都写错了 对 大道不称 大辩不言 大人不仁 大连 不谦 大勇 不智